把蓋票打了 讓到場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誰 這就是我的價值 對我來講最難的事情就是 就是打這件事情 這個是肯定的 我每次出門都會想著我的家人 都會想著爸爸今天要去做危險的事 其實以前不會害怕 但是確實這一檔的動作戲 是我打過最認真最嚴重的一檔戲 在這邊要謝謝我們的動作 每一位動作指導 就是每次不斷的帶我練習 因為打架這件事情其實 我還真的沒那麼擅長 我個人啊 小天另當別論 我都叫他是坦克車 因為他真的太可怕了 他拍第一個鏡頭的時候 就是他衝過來 我看著他衝過來的時候 我的媽媽 一個坦克車就過來 他知道我沒有經驗 那麼他就借出了 他一個保護的運動服給我 有很多鏡子給我 我在那裡 謝謝 感謝小天 謝謝你 你越累 你越頭越細細就拿著 謝謝 導演要求我的表演 他總是要我面無表情 你不要有太多表情啊 你要冷冷的啊 就哭哭的啊 你就算被他打你也不要痛啊 我說他打了不能痛嗎 因為有時候 那個戲裡面就真的打很慘啊 那你有時候一個用力 或是你就是你一定會 會有出力的表情 不要有啊 你不可以有啊 你就是強威啊 強威不一樣有的 就一個技術上的配合來看 那是一個很難的場面 對 因為所有人在拍之前都說 那個導演是要真的剪喔 裡面又包含的技術上 這麼多人員都要在對的狀態 然後包括陳桂林 他當時這種T類交錯的狀態 這個剪頭髮才成立嘛 而且那個壓力大事 到拍的前一天我們在彩排 還跟導演說 如果那個氣氛突然有覺得不對 要喊咖 那導演說誰喊咖啊 我說當然是你喊咖 他說應該小天喊咖 我說小天已經在演了 他還要負責喊咖 他怎麼演得下去 應該是你喊咖 他說我不要喊咖 就是我可以感覺到 大家都有那樣的壓力 就是說哇塞 這個東西到底該不該停 是你喊咖 已經自已煎咖咖 煎咖咖 黃導演夠膽給我嘗試 這就是他的個人之處 所以在他過來台灣之前 已經那兩個月都已經找師傅去練拳 嘗試一下去怎樣去打得好一點 最感恩的就是 是58歲了也可以應付 就是我很感恩這件事 也都趁這個機會說一說就是 希望大家都不要因為那個年紀 而放棄了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師姐 你已經偷看了我一整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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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